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的一个目的心眼很强 报学校对吧 参加辅导课程 就是想了解我们教材书本重点的内容 这是第二个目标 就学习的难度而言 我们第二章和第三章是有公共课的一些基础 而且这些本身就是一个文字性的 逻辑思维的上面的一些学习 那么对大家来说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轻松的 对第一章我们条目很多 基础的知识有五个目 工业九个目 健康六个目 设计的专业多 我们大部分的学员只是做过其中的几个专业而已 那么你要在这个短期的一个复习 营考的时间内去要掌握这么多的知识点 自己独立的去进行一个复习的话 难度是很大的 所以他需要一个有经验的老师 去带着那个各位学院去进行一个顺利的学习 去掌握重点 那我们这堂导学课会通过这四个的板块 考试介绍 考情分析 分值分布和备考的一个规划 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 要打一个有准备的之战 先来看 对大家来做一个考试的介绍 我们通过考试的时间 然后科目合格的标准 以及我们这一个科目的一个特点 对于一个考试的状况 有个了解 我们整个考试的话是有四门课 工程经济法规项目管理和实务的这一门 考试的时间安排在9月的中下旬的周末两天 那么就考试的一个时间 具体的一个用时来说 大家看一下 食物要四个小时 从你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对大家来说 这都是一个考验 你想想看平时你自己 除了你可能打游戏 会打个四个小时 你做一个项目 你做一个计划的话 可能加班什么做很多 那么你想看做一份卷子什么的 你有没有从头到尾 自己去写过四个小时的 当然这四个小时包括选择题的45分钟 其他的三个多小时的话 都是要靠你一个字一个字的自己去写的 不是打电脑用笔自己写的 所以这真是一个很强的一个体力 那么合格的标准一件是从来不降分的 不降分60%合格 食物96分 好 这里我们给大家做一个选择专业的一个 有情的一个提示还是比较良心的一个建议 对大家会有一个顺利的通关拿证会有一个帮助的 那么如果你本来就是我们行业内的 并且是做几点安装的 当然没有犹豫的 直接选几点专业 那么有些考生只是为了在自己的择业规划当中 我需要去考这一个证的话 我们学校老师建议大家先去考建筑 一年把试门功课过了 然后第二年再做真相 你可以争积淀 试证或者水利等等其他的一些的专业 那么这个对大家来说有个什么好处呢 积淀 试证难度都很大 如果你工作太忙的话 学士时间不够 你一年要过拿证的话是有相当的难度的 相对来说建筑的话 它的考试一个特点在那里 它基本上有50分左右的是有公公课的三门功课的里面 知识点的基础分在那里 那么你一年过四门功课的可能性来说是 要比基建和市政要大的很多 所以做一个这个的建议 还有一些学员是已经有证了 他需要做基建市政或者水利的一个真相 那么老师建议大家先证基建 为什么 基建就业范围广 对你的将来的那些职业的规划可能更有帮助一些 这只是有亲一个提示大家一下 为大家选择一个专业 自己有一个安排 我们基建实物科目的这个特点也决定了我们考试的一个 为什么难的一个的原因 专业多刚才就讲过了啊 就专业技术部分 五个基础专业 涉及到材料 设备 测量 焊接和其重 工业有仅九个目 然后介绍了机械的设备啊 电器啊管道啊进制设备 钢结构发电和自动化的仪表 仿佛绝乐的 最后如摇七处 既然有六个目 管道电器通风通调 自动化电器消防 你想一下这么多专业对大家来说 你自己在行业当中 我通常只是做一些什么啊 给排水啊 装空调啊 这些其他的建都没见过 比如说我们发电设备当中的一个发电厂的一些设备的安装 气能机的这些的安装 真的是没有见过啊 学习起来啊 一定会就是说既枯燥又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就是说根根课程学习 会帮到大家能够顺利的去抓一些重点 教材很厚的 我们考点非常分散 但是知识点又非常非常的细 细到什么程度 几乎都是技术工干活的 怎么去干好它的 稀到这个地步 那19年的教材来说 我们教材471页 大概3000个考点 考试当中我们选择提30到130个考点 这130个就是极限的啊 最多也不会超过130 那么按例的话的考点的话 会25到40个考点 那么整个加起来还有大概70个考点 19年选择提考了33个考点 按例考了28个考点 61个 那么自己你去看书的话 你会觉得我每句话都是重点啊 但是大家想想看 如果从新教材5月份上架起算 你的备考时间只有4个月 对于整本教材 你每句话都去记忆 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你需要一个什么 有经验的课程的指导老师 去指导你去看什么 2020年的教材 估计变动量不是很大 所以我们就尽量的去 录好这个课程 让大家提早的去进行一个复习 能够反复的去做知识点的记忆 和多看一些知识点 来保证自己的考试的顺利的一个通过 学习的过程当中 基建实务这门功课 不像法规项目管理 课程上面 老师会有很多故事给到大家讲 听起来也是很比较有趣的 也不像工程阶级那么有感觉 因为大家在做工程的话 你可能平时会做做一些报价 跟工程阶级还是会有一些关联 对不对 你看实务这门功课 真的是拿到书 工作又那么累 就晚上那点时间学习 课水层马上就上来了 你不熟悉 有的就是你不熟悉的专业 眼下好像听课 看懂了 听懂了 然后过几天又忘记了 所以怎么办 这又需要大家对一个知识点进行一个什么 反复的多次的一个复习的一个记忆 人的大脑 它是有记忆层次的 你学习的过程当中基本上 比如说你现在经常会跟老师 那个同学朋友聚会的时候 讲到什么那个比较专业的一些东西 以前学过的 又还给老师了 对吧 这种事情很多 那么在这个考试当中复习也会这样 我听了课程 你三天不复习 七天不复习 估计20%的样子就已经还给老师了 一个月不去碰的话 一半都忘记了 所以你一定要进行一个什么反复多次的循环的去做大脑的一个记忆 你经过多次的一个记忆去学习的话 其实这跟谈对象也是一样的 你要经常去去跟他会念 这样才会有感情 对不对 你的这个大脑记忆也是的 你天天去看这个东西 我今天看了它 明天看了它 后天看了它 然后到考试的时候 之前你可能是大脑里面空白一片的 但是一旦卷子一拿下来看到这个题 它真的会自然的出现在你大脑当中 很顺利的去把它提炼出来 再打个比方吧 我们平时大家打字 对吧 做一些文件啊 什么的打字 我经常会用到这个词组 三四次以后 你到第五次打的时候 哎这个词组自然都就会跳出来了 这个你的大脑的记忆也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一定要多次的去反复的去进行 复习巩固去做记忆的 我们食物考试不光是积淀啊 各门功课专业 只要是食物这一门 它的案例的考点形式 这几年变化也是非常多的 那么就这个类型来说 我们有 简单体啊 找错的 找错体的话 有文字啊 还有这两年出现了比较多的 看图找错的 还有一些简单的一些 计算题等等 那么有绝大部分是考书本上的 这几年也有考规范上的 也是有一些超纲的 还有考现场的实际的一些操作 那么拿我们近一年的 刚过去的19年 二件就考了电池工程上面的一个规范 教材上没有的 但是这你也不能说完全超纲 因为知识点还是在这个当中 然后一件考了消防喷领馆的木端试水装置的找错 还有 奔馆路上管件仪仪表安装的这个找错 那么这个都是具考了你怎么去看图 了解能不能够看得懂 还有个就是考你的实际操作 还有考你的什么 考你的逻辑的思维 那么其实考这一些超纲的规范的实物操作的话 教材上没有的 我觉得未必是一件坏事 对各位考生来言 这反而是一件比较公平的一件事情 大家可以说是起步都是什么 差不多的 不太受你做不做这个工程 熟不熟悉这个专业的一个影响 那么我们如何去应对这一种教材上面没有的 那么我们在后期的那个课程当中 逐步会大家掌握一些应对的一些方法 那么我们拿刚考完的这道题目给大家来解析一下 你现在如果在考场上面你拿到这道题目 你应该怎么去应对它 考试的时候 卷子发下来会有一个背景 但是我们大家做题的时候 不要那么着急的去看那个背景 应该先去看什么 先去看问题 然后带着问题再去看背景 然后在你背景的资料当中要找出来哪些是和你题目当中有关联的 自己去勾画一下 那么这道题目出自消防工程师资格考试的一个辅导教材 那么其实童年也参加这门功课考试的同学 那么对消防考试而言这个知识点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知识点 老实估计参加消防考试这部学院看到这道题一定是笑不动了 他是不是拿分一定是拿到了 所以其实他这个句话给大家一个什么提示 任何你的运气还好 其他有所准备还好 都是机会都是给你有所准备的这些人的 可以说你这些学员参加消防考试了 他对自己的责业规划是有目的的 是有目标性的 然后在积淀也是跟消防有直接有关系的 那么显然他会一起帮到你顺利的都过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 目的赤水装置的出水方式 排水力管有哪些质量的问题 这是当中涵盖了两个小问了 然后赤水装置又漏装了哪个管件 所以这一问当中的问题点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这道题教材上是没有的 你可以把它认为是超纲的 那么他考的是我们的仕途的能力 和现场施工也考你的逻辑思维 那么这一个是背景资料上面给到的一个图 那么首先你拿到这个题目 我的第一的反应应该是有一个什么的反应呢 木端试水 是什么 那你做机电或者做消防工程 那么都知道这个给到的这个喷头对吧 然后然后他要试水 试的是 整个系统的可靠性 水出的出来不 然后压力是不是够 然后我们系统当中有干湿系统和预作用系统的管道 平时是不沖水的 所以他一定还需要测什么 管道你警报给到他以后 系统的信号给到他以后 他是不是在你应该规范当中规定的时间内 管路当中充满了水 可以工作起来去进行灭火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逻辑思维的一个点 就可以引到你去慢慢的一层一层的去做答题点的一个解析 那么接下来我知道这个是一个点是要考量他的一个沖水的时间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问题当中 如何来分析他的沖水方式应该是怎么样的 那么大家来看这一个的图 这个的是我们建筑物设备上面的喷头 然后最不利点的喷头 然后从这边开始 下面这一圈都是我们的一个什么 湿水的装置 那么他的一个管道的话 他都是一个什么直接连接的 那么直接连接的方式的话 你想一下看能不能够准确的测出来在多少时间当中那边信号 给到然后整个的管路当中充满水的时间能不能测出来 你看不到啊 对不对 所以这里的应该是一个什么的出水方式啊 直接水能够流出来让你看得到的 不应该是直接连通的 你这个逻辑的思维方式是不是已经有了 空口出水 在排路排水管道啊 是不能够直接连接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一步步来分析其他没有分析到的一些的点 排水力管有哪些质量的问题 那么这一个的考点的话 他考的是规范 也考你一个分析的能力 图上排水力管直接给出了你什么 看一下 这是我们 建筑物的设备的管径 给水的直径25 然后四水的水平25 然后直律管50 所以对于这一部分 只给出了一个管径的大小 那么他有质量的问题的话 一定和什么有关 和管径的大小是有关系的 那么管径大小的话 你的湿水管肯定是要大于他的管道 但是这一个的管道的话的质量50还不够 规范上要求要达到75 那么你考试的时候这个点是超纲的 不知道的话 那么你起码应该能够写出来什么 定用50是不够的 那么这也会有一半的分给到你啊 对不对 那么有一半分给到你的话 你就比别人没有分析能力的 这一个邻里考试的合格证又有什么 又进了一步 对不对 好 我们来完整的来看一下这道题的一个答题 我们消防木端试水正确的一个示意图是这个样子啊 这个是什么 空口出流的一个方式 水直接下来能够让你卡表车从管路进口一直到这一端充满了以后的时间是不是符合规范的要求 那么这个就是少了一个什么示水阶头了 那我们物端示水装置要有示水阀有压力表 这个阀也有了压力表在那个前面的那个图的那个案例的背景当中都有就少一个什么 这个示水阶头 它是直接连通的啊 所以直接连通是一个错了 答题要注意 不要漏答啊 正对题目每一个点都要达到 第一个背景当中这个木端是水的出水方式是不同的 应该采用空口出流的方式排路排水管道 然后还有个点要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民用建筑的这个的喷林给水的管路 一般的都是设置在什么吊顶上面的啊 这边啊 那个这个这个管路还有一些吊顶啊什么的 然后我们刚才的这一个的背景当中的这一个直立的排水管的话 它是什么朝上的对不对 然后这个又是一个有吊顶的部分的话 它从整个的这个装置上面显然也是不合理 你应该起码这一个什么应该是下排是比较合适一点的啊 排水管应该是往下而不是往上啊 就是出水的方式上面的两个一个点 那么排水滤管的质量问题刚才说过了啊 你答题的时候可以说是管道的排水滤管的质金不够 这一部分是不知道的 但是你规范上面是要求75啊 我们是按照规范来进行答题的 那么湿水装置漏装了什么管家 少了湿水接头 少了湿水接头 当然要少了后面的排水漏斗 那排水漏斗的话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件 那么你是口口那个水下来的 没有漏斗的话建的到处都是了 对吧所以要有一个接水的一个漏斗啊 这个道题我们通过给这个顺序给大家讲解的话 你将来考试当中碰到这头题 你应该用什么的逻辑思维的方式尽可能的去答题啊 这在我们的后面的课程当中也会做一些实物操作的实操的案例题 会给到大家来一步一步的多增加一点知识点啊 多做一些知识点的一个储备 我们实物科目 有一个很 对大家考试很有利的一个特点 考过的某句话 也就是说某个点 基本上是不重复考 然后重复力非常的低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我们还有爱见对吧 和爱见教材相同的一个知识点是交叉考的 二节考完一节考 一节考完二节考 那么这样的话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这一点实物的真体是可以帮我们去什么 去读薄教材 也就是说去可以筛选什么 筛选我今年要看什么 那么这个工作 给到你去做的话 需要大量的时间 那么这个工作谁做啊 老师做啊 侯老师来做 所以在后面的课程当中我们给到大家讲的知识点 基本上都是什么啊 没有考过的 那么还有当然也会考一些什么可能会重复考的这些点会给到大家讲 那么教材第二章我们会以一个个板块啊 我们项目管理的四大管理的目标这些 对第二板块的那个第二章的一个高品考定来说 一年考试的时候合同啊 组织设计啊 进度啊 质量安全 现场管理 这些知识点的分值也不少 但是对大家来说学习起来是什么 是比较容易的质量相对来说难一点 那么他难的话有两个一个知识点比较多 还有一个考分一年都相对来说是比较高一点的 那么整本教材来说难度最大的在什么 在第一章 技术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让大家 更深层次的去了解这个考试 这三年 考试的分值怎么样 然后2020年他整个的分值给大家做一个预判 那么从这些当中可以了解一下怎么 我今年因为哪个学员的情况是不同的 对不对 你对这些专业是熟悉的 然后对这些专业不熟悉 那么你可以从分值上面去自己去有一个侧重点 我哪些分值量是大的 我自己又是薄弱点 我就要加重去多复习一次几次什么的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分析 这是很有用的 虽然都是一些数据类 其实从这些大数据当中是可以获得什么 可以获得你需要的内容 从这三年 虽然这个区域机上的那个空间有限 我们给了三年 但是整个考试从开考到现在路数是没有变过 这个路数一个都是这个样子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的案例的分值多少 64分 整个的分值160分 那我们还有40分的选择题 所以从整个的分值跟学习的枯燥的难度来说 第一章对大家来说真是要花功夫去进行一个复习的 我们对去年考试的难度做一个预判 这样的话我们也能够知道今年的考试状况 然后这两年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比较有利的一个点 市场的这个证书的需求量 因为有些证书各种的原因都会被注销掉什么的 那么市场是就是需求量很大 大家需求量大了以后 考试的就是组合方也会考量到这一个 活总是要有人干 对不对 所以考试难度 把控的话会和去年相差不太大 先来看一下选择题 选择题去年的难度系数 我们评价以那个五颗星来评价的话 它最多三颗星了 因为整个的单选题还好 多选题还好 干脑性真的不是很大 在第二个我们评价的依据是什么 去年我们课程的内容选择题是超过了30分了 这个已经是保守的估算了 超过30分了 而在考试的当中没有讲到的知识点 你简单的逻辑思维你是能够打出试题来的 所以这样综合评价来说难度系数不是很高 按例题的话 适可心的难度 超纲分达到了11分 主要就是在这一部分 而且另外的话有一个比较就是说 和往年考试的分值的分布有个比较意外的 智能化考了11分 资源这一部分考了18分 质量每年都很多 都是十分之上的 那么 综合考量出来我们评价是四分多一点 十分多一点 但是就这一部分考试的难度来说 我们去年的课程的内容的分值也超过了90分 按例是多少 120分 所以从整个的来说 去年只要认认真真跟课程听了 你课后也好好复习了 是很容易过关的 那么 今年考试状况会如何呢 选择题难度会比去年高那么一丢丢 然后主要是出现在干老项上面 因为去年几乎没什么干老项 然后考点的跨度也不是很大 然后这两个会增加一点 所以这样的系数就提高了 然后案例会相差不大 然后大家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历年考试的话 它有一个常规经常在哪些考点上面会去考的 那么去年没有考的 今年是要特别注意的 比如技术部分的焊接建筑管道 电梯的上面 第二张合同采购组织设计 然后去年考分偏低的部分也关注 比如说进度和安全 那么安全的部分的话 去年教材在安全上面是有新的知识点增加 那么他当年没考 第二年可考性就比较大了 比如说我们刚结果垮他的这些的安全的这些分析 所以今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那么在考试的上面的话来说 我们前面讲过你要有学习要有目标 选择题的话 你拿不到25分的话肯定是不及格的 所以别看就是说你在学习好像选择题不难的 因为选项都在那里 我就要挑挑简简就行了 你没有知识点的依据你怎么去挑 按例题就更不用说了 都要你一个字一个字就写出来了 所以难度摆在那里 然后你该怎么去下定学习的去学习 怎么去安排学习时间 自己要有个很好的一个考量和计划 空调 16年规范有了很多的改动 那么这些调整的内容的话 在2020年或者是这两年可考性都会有 所以我们会在经讲的课程当中给到大家做一些安排 讲解规范上面改过的内容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也包含了很多实物操作的一个图 看图思图找错的这一方面会给到大家 那么通通风空调的部分16年是考过大分值的一个案例的 那么现在都是过了好几年了 所以这一部分的 又涉及到这个新调整的部分的话 当然也会再继续考 好 好 感谢观看